早6點17分 天氣方面也帶大家來關心囉 我們先來看到現在的實景畫面 是在台北市區 那早上現在才清晨6點多 溫度就已經來到了24度左右了 那我們來看到今天早上氣象鼠的時間 就有在發布了高溫資訊 那今天來說也是 包含上次在中部以南朋友 可能要特別留意一下 因為今天來看 包含上在台中以南 一路到高雄 那另外北台灣的話 則是包含台北 今天都有機會高溫上看到 36到38度左右 那尤其從紫外線預測上面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啊 今天來說包含上次在台中以南 還有在東半部地區 宜蘭花蓮台東 今天的紫外線預估都是來到了危險等級 那也提醒大家外出的時間 要記得多多擦上防曬 好好補充水分 避免曬傷或者是中暑的事情發生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的下午時間呢 還是容易會有午後雷震雨的發生 那今天來說啊 我們還是受到冷心低壓的影響 所以呢大氣非常不穩定 包含下午時間呢 就容易會有比較大規模的午後雷震雨了 所以呢提醒大家 今天在下午出門的時候 還是要急著帶傘 那也避免自己被淋濕的狀況發生 我們就來看看這一周天氣會如何做變化 那其從今天開始呢 一路到禮拜五的時間 我們都還是受到這個冷心低壓的影響 所以呢大氣非常不穩定 那主要的天氣來說啊 就是白天的時間非常悶熱 早上高溫呢 我們可以上看到36到38度 但是下午就容易會有午後雷震雨的發生了 至於到禮拜六到週一的時間 我們受到高壓增強的影響 大氣會變得比較穩定 但是普遍來說呢 白天天氣還是很悶熱 下午時間還是有午後雷震雨 但是範圍呢是稍微縮少了一點點 我們來看看這幾天的溫度上面最新變化 那如果以北台灣來說的話 在這一周高溫啊 我們可以上看到35度到36度左右 大氣很不穩定 下午時間容易會有大規模的午後雷震雨 那在中南部的話也是一樣悶熱 白天高溫可以上看到36度 甚至有機會可以上看到38度左右